这是一个曾让美军伤亡惨重的战术 1800名美军围攻一个 仅有800岳军防守的山头 竟然打了十天十夜 伤亡率一度达到了78% 如今 岳军也用这种战术来对付他的师傅 面对这种自己已运用到出神入化的战术 解放军同样进攻了十天十夜 不仅伤亡惨重 依然没能拿下山头 就在此时 我军一名侦察连长看出了端椅 带着16名身手敏捷的战士 仅仅只用了十分钟 就全歼了山头上的守军 一举拿下了阵地 打出了一个进攻山头的奇迹一战 那么 他们究竟采用了怎样的巅峰战术 破解了两军攻了十天 都没能拿下的阵地呢 炮火开路 步兵前行的战术又有多震撼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那拉口的211高地上看看 解放军的巅峰穿插潜伏战术 是如何让阅军不跑协同破产的吧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请长按点赞并关注支持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前面我们讲到 阅军趁解放军换防之际 一个突然反扑夺回了211高地 刚换防的67军就丢失了一个这么重要的高地 让战士们心里很不舒服 决心收复211高地 6月1日 大雨清盘 67军1990-595团的一营在炮火的掩护下 向山头发起进攻 然而不管大炮如何轰炸 除了清除早已残破不堪的铁丝网与少量漏网的地雷外 对山头上的守军几乎毫无作用 他们习惯地躲在山洞里 静待轰炸结束 迎接步兵的进攻 一营的突击队从255高地向山头发起进攻 早有准备的越军多挺德什卡同时发力 以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 将解放军进攻的道路堵了个严严实实 加上敌我双方的大炮对射 一时间 雨声 枪声 爆炸声交织在一起 整个山头犹如进入了末日 当突击队冲到三号少尉时 一是伤亡过半 剩余的队员一鼓作气 冲上一二号少尉 在经过一阵激烈的进战后 终于占领了211高地上的三个少尉 然而 这并不是结束更加残酷的战斗 才刚刚开始 刚刚占领山头的突击队 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 就被27高地上的援军来了个反包围 同时 越军的炮火 还将255高地通往211高地的道路 完全封死 后续部队上不去 高地上剩余的战士就成了一支孤军 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后 211高地再次失手 而更加令人气愤的是 越军竟然将一名战士的遗体 吊在了一号少尉的石头上 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激怒了所有的战士 在复仇的火焰中 战士们一批又一批地冲向山头 但几乎都没能冲过 255高地与211高地之间的百米生死线 就是有幸躲过了越军的炮火 也倒在了德士卡火力网之下 经过多日的战斗 他们不仅没能夺回高地 还让战士们伤亡惨重 1990痛定思透 暂时停止对高地发起进攻 决定重新制定作战计划 而此时侦察连 连长袁明 在多日的侦察时 发现山头上的越军 有个明显的特点 夜景皱松 一到晚上 越军就会增加兵力 每个少尉都会增加一个班 而且后方的预备队 也是随时待 白天一到 明显就松懈下来 三个少尉最少会撤走一个班 尤其是到了饭点 下面两个少尉的人 几乎一窝蜂跑上一号少尉 有时连枪都忘记带 这无疑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机会 一个大胆的白天骑袭计划 由此而生 为了出其制胜 他们是如何在越军的眼皮子底下 爬过这个白米生死线的 一段不到白米的距离 17名队员为何要走上七天七夜呢 请看下集 那拉口争夺战三 巅峰的骑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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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参转发 参照